國民黨裡面這個基本上每一次只要什麼唐主席選舉 或者總統選舉 當然只要有希望的每一個都會出來搶 那麼搶大手在搶嘛 第二個有的是在搶的過程裡面 這裡面充滿了算計跟談判 為什麼呢 但是為什麼說今天這個國民黨的江主席會 剛才民意講到說很多人不喜歡他 拉馬壓強拉趙夭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這就是為什麼江主席會成為時代的那個什麼 次世代百大人物 次世代百大人物的原因嘛 對不對 因為說他的路線就是跟過去一段時間 國民黨完全紅筒化的路線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同 但是各位要知道在共產黨的眼睛裡面 他所謂的一些的原則立場是容不下一顆沙子的 所以說江啟臣認為說我那一點點不同 希望能做一點市場區隔 讓國民黨的新世代或年輕一代的人能夠接受國民黨 但是看在紅筒的那些立場來講認為說這就是大逆不道 第二個問題就在於說其實我覺得這個趙套康也好 或其他一些人要卡江的另外一個目的也是在 對於我們原資的老闆 是項莊五件意在佩公 他老闆很多 你是指哪一個人 當然是那位東風 豬東風 所以說為什麼說是這樣子 因為你看真正在一盤局裡面 那個如如不動的那個 往往最後出手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一個一個有有力量的人 因為目前來講 說實在朱立倫始終是國民黨裡面的一股的力量 而且這股力量他除了他本身條件以外 他實際上還是有他的支持者在裡面 所以說未來這段時間之內 朱立倫的動向朱立倫跟本土派之間 或者說朱立倫跟國民黨裡面的知識欄之間的 這種的互相之間的 檯面下的一些的這個這個拉攏或結盟的 這是一個關鍵 值得大家關注的 連何龍斌也都是這個要押僵的人嗎 何龍斌也是幫忙一起押僵嗎 何龍斌也是支持趙岡康 他是少綱派嘛 少綱幫 但是 對不起我插一句話 因為我覺得看國民黨裡面未來的變化還有一個問題 國民黨裡面有一批人 包括後來到新黨去的 他們很怕國民黨出現第二個禮燈會 就是怕本土藍裡面會養出第二個禮燈會 可是只有這一類的路線才能夠在台灣得到總統選舉 這是不能接受的 第一個有路線上的問題 怕江啟成變成那個 不一定是江啟成 我講的這個不一定只有江啟成 那未來趨勢一定是這樣 你說誰 侯友宜啊 侯友宜更有機會當變成小李登輝啊 對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覺得這是省機還是意識形態 都有 都有 他同時存在 因為他對本土的 其實國民黨裡面 現在是只有國民黨有這個矛盾 對 然後第二個是 第二個很特別的就是 在過年前 郝龍斌他們跟韓國有約了一大堆人吃飯 裡面講出了獅子跟綿羊的故事 對 然後大家應該最近都聽到這場餐序 他們就是罵江啟成是那個綿羊嗎 他沒有明講 但是韓國瑜在 在過年之前這場餐序裡面 是韓國瑜在幫趙少康拉票 可是先講一下 那名譽不是講了嗎 講了半天人家中常委都不完蛋 可是過完年之後 韓國瑜還沒有在幫趙少康要觀察 因為韓粉生氣趙少康還選總統 然後但是那場餐序裡面 為什麼是獅子跟綿羊 就是韓國瑜講說 國民黨現在就像一群綿羊 你要有一個獅子 當然不是原文 意思是說 你要找出一個獅子 獅子綿羊他很早就講了 自己都被罷免了 然後他就說 你如果是獅子領導一群綿羊 綿羊也可以變獅子 可是這句話就是說 現在的江啟臣領導的國民黨什麼 就是一群綿羊嘛